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尊只是收徒弟 又不是娶妻 何必如此生气 他明明知道我讨厌雪莹 还收他为徒 不就是因为一颗水凝珠吗 我自己欠的人情 应该我自己换吧 神尊肯定是把您 当自己家人了 谁要跟他当兄弟姐妹的那种亲人 喜欢拜师是吧 那我就满足他这颗好学的心 昨日小殿下夫妻而去 想必今日应该不会来了吧 见过小殿下 小殿下今日可真漂亮 废话 本殿下哪日不漂亮 明日不许迟到 还有 春寒料鞘 下次多穿一点 别光说我 你瞧见没有 你徒弟都穿成什么样了 这还不是夏日呢吧 雪神 你穿得倒是很清凉啊 我本就怕热 小殿下真是说笑了 本殿下想过了 雪神不惜用水凝珠 败入白绝真神门下 想必是一心向学 对休息如鸡似渴吧 这些古籍 都是智阳送我的 今日本殿下 就把这些全都送给你读 算是还了欠你的人情 多谢小殿下慷慨 读书需尽心 你也知道本殿下的性子 你留在长远殿内 我肯定是会打扰你的 建议雪神把这些书 搬回殿内 你关上门来慢慢学习 读完就告诉我啊 我这应有尽有 不要客气 不过 就这些书 我都已经读过了 好大的口气 小殿下不信 也是 与你而言 读完这些书 确实是件难事 小小看人 这些书 我自然全都读过 既然雪神都已经读过了 那本殿下就不见了 等等 神界古典 山海经 山海经虽通达天下山河 却金色难懂 此书看似崭新 小殿下当真读过 自然读过 不就是一本山海经了 何时上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